先請我們勞動部來做一個說明 行政院院會今天審查通過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我們即將送請立法院來審議 這次勞動基準法的一個修法內容 第一 我們休息日加班費何時計算 這是第24條的部分 休息日加班費的費率不變 但是工時跟工資 我們改一勞工實際的工作時間來計算 那麼至於休息日的工作時間仍然算是加班 必須要記錄每個月加班總時數 也就是46小時以內 第二 我們加班時數 我們是用總量來控管 這是第32條的部分 在現行每個月加班時數上限46小時維持不變的前例之下 我們會增定一個淡書 那麼雇主經過工會同意 如果事業單位沒有工會的話 我們經過勞資會議同意以後 我們可以以三個月為一個週期 那以每三個月不超過138個小時 那麼一個月的上限呢 也最多只能到54小時這樣的一個總量控管 另外呢 對於如果雇用勞工是屬於30人以上的一個事業單位 那麼我們也希望他能夠在這個勞資協議之後呢 能夠要運用加班彈性工時的話 必須要報經當地主管機關的備查 第三點呢 是由政府來把關 我們來適度的調整例假日 這是第34條的規定 那麼個別的行業 個別的行業 如果他有調整例假日的需求 我們可以經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同意 那麼同時呢 也向勞動部來提出一個審核的一個指定 那麼經過指定以後 個別的企業 這是個別的企業 他取得公會或者是勞資會議的同意以後 我們可以同意他在每七日的週期內來調整他的例假 那麼僱用勞工同樣的 他如果是在30人以上的話呢 也要報警當地這個主管機關的備查 那麼第四點呢 是我們在年度終結 沒有休完的這個特別休假的日數 我們可以同意他遞延到次年度來省修 讓勞工可以靈活運用他的假期 安排比較長的一個連假 當然 勞工的特別休假權益 我們還是要保障的 因此呢 遞延到次年年底 或者是年度終他的契約終止 他依然沒有休閉的這一些特休假 雇主還是要發給工資的 那麼第五點 是有關於輪班換班的休息時間 那這個連續11小時 這個原則也是不變的 那麼透過勞資的協商 可以約定比較適宜的休息時間 但是也不得低於8小時 那麼這是第38條的一個修正 彈性不是只有資方的要求 勞工也要求彈性 因此 自去年一粒一休施行以來 他們透過各種管道 用各種形式反映他們企業經營的困難 我們也在基層看到許許多多的勞工 因為一粒一休的限制 或者是虛擬工職看得到吃不到 他們喪失了加班的機會 但是收入減少之後 為了要維持家計 他們不得不另外去打工 有的打一份臨時工 有的打第二份的臨時工 他們更辛苦 更累 更忙 修法的內容 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四個不便 以保障勞工的權益 第一個不便是正常工時不便 每天正常工時8小時 每一週40小時 第二個是週休二日的原則不便 社會誤解的 會連續工作12天 這絕非常態 第三 加班的總工時不便 每月46小時 可以彈性運用 但是總工時 加班總工時是不會改變的 第四個 加班會的計算會率也沒有改變 我們以四不便 來捍衛勞工的權益 第二個修法的重點呢 是以四個彈性 互以企業經營 和勞工工作安排的彈性 這一次的修法 既符合蔡文總統的要求 保障勞工的權益 也給予資方的彈性 也補合OECD國家 打造一套 安全又彈性的勞動體制 我也希望 勞資雙方 不要各站在極端 能夠理性客觀看待這一次修法的內容 我們這一次的修法中 不管是在加班的時數 或者是排班的間隔 以至於到週休二日的 在每週的調整 都強調 必須要讓工會 如果沒有工會 必須是勞資會議 那這些基本的原則 都堅守了世界各國在推動 有關於彈性跟安全的重要措施 所以何以會有倒退30年 應該說我們迎頭 趕上世界各國發展的趨勢跟潮流 所以請大家能夠對內容 有比較充分的了解之後才做批評指教 任何的彈性都可能被善用 也可能被濫用 那善用的時候 當然如院長剛剛提示的 就是能夠促進我們的經濟發展 同時保障勞工的安全 但是如果被濫用 絕對是我們所不希望看到的 那蔡總統跟院長都曾經提醒 如果有任何企業會濫用這種 彈性的話 那我們當然透過各級政府 特別是勞動主管機關的勞動檢查 作為保障勞工的基本的公權力的介入 我相信我們很難會這樣子執行